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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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年39岁的他分享 在日本工作的收入与生活 其实是极度优渥的 但是因他无法继续下去的原因 则是令人喘不过气的职场压力 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 因为是从事网路工作 所以基本上20小时都要接到电话 所以会变得神经紧绷 精神紧张 然后听到电话都不能离声 笔电去哪里都要带着 所以是随时处在一个 高度工作压力的环境下 跟花莲非常不一样 辞去日本工作后 温昌龄转而返乡回到花莲就职 一开始担任企业辅导专员 闲暇时间也到校园陪伴学生 他因此观察到擅长运动的 原住民孩子们 多半因为地区资源不足 而苦无出路的现象 如何陪伴原乡孩子 健康成长的念头 促使温昌龄成立一间运动教室 让就学中的孩子 下了课之后能有个地方活动 不至于在外面结交陌生朋友 而走上歧途 温昌龄开玩笑地说 也有还没放学就冲来玩的孩子 害他被学校老师责骂 校称自己是安亲班园长的温昌龄 培养在拳击格斗方面 有天赋的学生 以犯公义的方式 常年陪伴他们 那我们现在训练中的学生 那里面不错的成绩 有到全国联赛的前五名 那也有在综合格斗 跟那个提拳赛事 里面都是拿冠军 拿到成绩一定对这些有提升 再来就是他们有实质的成就感 那学生的部分他也有加分 未来会对他们球学会有更好的出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诉求 此外 为了使公司营运正常 维持收支平稳 运动教室也开设了各项热门课程 包含全级有氧以及TRX等等 让一般人士也能拥有一个良善的运动环境 擅长预算规划 撰写企划内容的温昌龄 自己也身兼赛事经济 包括举办各项运动赛事与活动 或是为企业做转型与事业规划 总是一个人来往奔波的温昌龄 几年下来 终于也让公司的营运步上轨道 目前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 仍然是依靠他发挥长财 辅助各家企业转型 担任顾问 回想刚开始创业时 总是依靠着在日本攒下的积蓄普通 他乐观地说 最苦的日子应该已经过去了 当时营运最差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刚开幕的时候 因为我们开幕大概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就疫情 疫情就爆发 然后那个时候等于是 还没有正式招募学生和课书 所以情况下就遇到疫情 那第一个没有收入 再来就是说因为的 因为我们的营收还没有起来 还没有建立起困境 那个财税制度 所以在那个补助方面 也没办法适应到任何补助 所以等于是收入是零 然后补助也是零的状况 维持了半年这样 口中最苦的日子 说的便是这几年的疫情打击 原本有两个据点的 奔跑山珠运动教室 为了节省支出 只能忍痛收掉其中一管 但是文昌宁并不气免 他始终认为 能返乡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 猪徒猛进 这是我们今天CEO带来的座右铭 同时也是一句日文谚语 它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CEO 温昌龄 山珠教练 欢迎 山珠教练 拔山岛树而来 你好 请山珠教练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温昌龄 是奔跑山珠运动教室的负责人 那大家都叫我 山珠教练或者猪爸爸 欢迎山珠教练 那我们马上就要先来询问一下 山珠教练猪徒猛进 是什么意思 猪徒猛进日文的话是 他隐身的意思是 小朋友像山珠一样健健康康 勇往直前 那不怕冒险犯难精神 那对于我们阿美族来讲 山珠那是一个 很契合我们灵性的一个主题 然后就像我自己属猪 然后我们觉得奔跑山珠 这个词就是希望把这个教育的精神 带给花莲的小朋友 跟所有的运动员这样子 所以山珠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是的 是的 那猪徒猛进 它其实是也有冲动的意思吗 对 如果其实衍生的意思是这样 可是对我们来讲 对喜欢的事情勇往直前不顾一切 我觉得这个精神是很重要的 这的确就是猪徒猛进的一个精神 对 有兴趣的事情 我算是不顾一切 那就是会拼尽全力去做 那去面对任何挑战 包含我现在的事业也是 是 那之所以会认识到这样子的日文艳语 是因为您之前其实有在日本生活过 是求学吗 对 求学还有工作都是在 因为早期是跟家人一起在日本生活 那后来他的家人就各自的 可能有成家立业 那留下我一个人在日本 听到奔跑山珠运动教室的时候 其实第一直觉会觉得 感觉CEO应该会是一位体育系出身 或是退休的选手 但您本身是没有体育背景的 对 我没有体育 我不是体育背景 我是文祖 我是文祖出身 然后退伍之后就从事商业 然后去日本想读资讯业 然后回来台湾 到花莲之后又从事餐饮业 然后最后面跳到运动服务业 就完全就是 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乱了套这样 也不会到乱了套 其实有时候文祖 有文祖的一个行政背景 对 思路特别清晰 逻辑特别好对不对 所以你要创一个品牌 它的主题不一定要是 你是那个专业出身的才有可能 你也许是逻辑很清晰 就可以创立这样的一个品牌这样 那想要请问一下 山珠教练为什么会接触到拳击 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压力比较大 等到后来就是姐姐他们就嫁人 然后哥哥回来创业 就剩我一个人在日本的时候 又住在首都圈 那常常就是可能在东京圈内 所以生活是非常的紧迫 压力很大 那时候的生活环境 是不是也是导火线 对 非常的压抑 如果严格说起来 可能跟那个场地差不多大吧 一个套房 对 差不多 甚至只有三分之二 我一进门就会踢到窗 然后可能举手就是 好像右手是电磁炉 我记得就是碰到厨房 就是那种集合式 密集的集合式的处宰 然后冠起就是 打开门就是马桶 然后你两脚要张开 站在马桶 然后马桶上面连蓬头 就是这样一个 因为他们那么寸土寸金 是 感觉是不是一个 大概三平大而已的空间 对 三平大 然后又那时候租金 十万 十一万日币 大概差不多台北三万块 我每个月就必须要 我为了要缴房租 要继续求学 那我们要付出很多很多的 精力跟时间 那当时为了继续签证的问题 继续留在 想要留在那边申请了学校 可是后来又觉得 这样下去不行 因为已经有点 每天就是上上下下 然后可能电车 就是我们看到日本新闻 压力太大 可能礼拜一会有人跳轨 之类的那种新闻 这个在我生活中 是很贴切的事情 就慢慢慢慢累积加深了 就是一些情绪 医生就建议我 可以去运动 开始去接触一些 就像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比如说有氧 输壓拳击这样 去舒缓自己的心理压力 然后才慢慢接触 然后就喜欢上 然后开始就专精 然后就去学习这样 当初学拳的时候 有学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全心全意 然后甚至有想要去挑战 就是像商店师那种 职业圈那样子 像可能日本的电视节目 那样子 已经就是有点 就是把生活的中心 都放在里面 到这种地步 那时候觉得还年轻 可以试试看 可以挑战看看 一个不同的环境 像我前面讲的 我的工作都跳来跳去 都是因为有兴趣 那我想试试看 就这样 甚至有想要去考证照 是不是 我证照是有 后来有考到 可是因为后来就觉得说 可以是作为一个 有兴趣跟商业谋生的手段 所以我就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 所以我就考了大概 大大小小二十几张的证照 大大小小二十几张 对 差不多 就是等于存款都发在那边 花在那边 然后回来再挑战 比如圆明慧的一个创业计划 那就才有了现在的奔跑山猪 这样 感觉山猪教练其实在打拳的时候 一定有什么事情特别吸引你 对不对 打拳的时候带给你是什么感觉 成就感 成就感 因为就像我们现在 奔跑山猪的服务理念 就是给客人成就感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学生 或者是我以前自己过去的经验 有成就感的事情 我们就一直想去做 我们不管他们只是 学生学会了某些东西 他得到的成就感 学员觉得自己身材变好了 那他们也会有成就感 那有的人觉得自己更健康了 就是会得成就感 我们就是三八 营造一个 有让自己获得成功 这个感觉 这是我们的服务中指跟理念 山猪教练 今天也有带了一些 打拳收的照片给我们看吗 让我看一下 哪一个是你 应该是红 好像红色 红色那个是你吗 这是在日本的时候吗 我去日本第一次 第一场比赛 因为这画面很糊 因为真的很久了 大概五十几年前的事 五十几年前 就很漫长 对我来讲很漫长 五十几年前 通常是黑白的 对 就很漫长 非常漫长 因为没留了什么记录 可是这个是值得 纪念的第一场 第一场比赛 因为那个地方 我一个人在那个会场里面 只有我一个台湾人 说到这个 那我就很好奇 你有跟日本人 尝试讲过 你是台湾的原住民吗 他们理解吗 我很难去形容这个 我就说我是可能 对你们来讲 可能是北海道或者是冲绳 你说像艾奴 艾奴 对 我就说台湾的艾奴人 然后说 哪路后动 哪路后动 大概就是用那种方式去解释 蛮有趣就是 在台湾可能原住民身份会 会有一些 会获得特别的照顾 可是 或者是政府的帮助 这样 周围的环境 亲友的支持 但是如果带来日本之后 这个身份就不止一体 你就是一个外乡人 这个是 在 算是 这个比较害羞 就是之前在做 日本的娱乐 娱乐业的工作 还有做过娱乐业 对 所以旁边的这位是同事吗 他看起来像是外国人是吗 对 他是同事 他是一个朋友 他就是 因为我们算是 日本的娱乐贸易 玩具 比如说 甚至包含到成人玩具这种 然后这个玩具有关的东西 都是我的 当时的工作的范围里面 这个工作造就我 回来台湾之后 有相关的经历之后 就比较好找到工作 对 但是也一样 等于是复制日本的经验 来台湾 那一样是要面对 可能管理网路 那时候是管理网路 网站 电商 所以我基本上是 20小时都要随时接电话 的状况 就是情绪一直保持在紧绷的状态 因为不能出错 是 所以回到台北之后 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才回花莲 回到台北之后 大概是三年 在台北也是待了三年 后来就是离开 离开台北之后 就回到花莲去照顾妈妈 然后就帮忙加力这样子 那一刚开始回去花莲 照顾妈妈的同时 有没有做其他的工作 那时候就是先寻求一个稳定 就在经济部 然后做青年创业的辅职 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些 当时也有02 06的地震 那就做一些企业辅导的工作 接触到很多很多 在地的企业跟青年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 可能就是当员工 那慢慢看到 更多很多创业家 他们的心情和心声 那我就猛声 我自己是不是可以试试看 那白天在工作的同时 晚上就回到自己花莲的母校 那就带 把日本学的那些东西 就带给那边的同学 然后再延伸到周围的 高中啊 国中 这样子的一个社团 把在日本学到的东西 带给他们这样 所以就接触到 更多原相的小朋友 那接触到这些原相小孩 你有发现什么 需要注意的事情吗 应该是说 他们对未来比较忙 因为生活 可能那边生活就比较单纯 那最不好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文化不利 跟阶级复制这一段 可能他们高中毕业之后 因为忙然 然后不晓得该做什么 不晓得怎么发挥自己的能力 这样子 我在带学生的时候 也有发生过就是 一个女生她高中就怀孕了 是 对 她怀孕了之后 她就变成说 他们家就急需用钱 她就放弃了 她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个女生 她就只好赶快去做 她能够尽快取得资金的工作 各种 那我们都可以想象 文化不利的复制下一段 就是她可能就是 小朋友出 还没有18岁 小朋友就出生了 她就必须赚钱养小孩 她生活就这样 就这样滚来滚去这样子 小朋友辍学的部分 也是这样子 对 很多都是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可能 毕业之后不晓得要做什么的 可能他们前期间是运动员 那民事的方向 我们也看过前阵子 有一些社会新闻 就是运动员 然后就是懒黑 或者是我们就去加入 淘汰集团 或者是去做 犯法违法的事情 那个东西不一定是她想做 而是她不是想做 只是她不得不做 所以结合了那时候 其实在日本学过拳击 然后回来之后 又近距离地 在教育现场接触到 可能比较需要受到帮助 然后改善环境的一些 圆明小孩 后来就决定要来自己创业 是吗 我参加一个圆明会的创业计划 那也包含了一个 天乡福祉的理念在里面 因为我要设立一个 因为我觉得包含不只是拳击 应该说我们讲格斗类 可能提拳那类的所有的运动 因为我设立的目标是 我知道这些孩子们 他们如果是第一名 第二名的运动员 底下他们会成为国手 他们会继续走体育角路 可是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他们要去哪里 对 我会希望说 让他们有更多元的环境 那他们永远没办法 他们也许在面上颁奖台 但是他们一定有另外一个 方式可以走到新的路 那我是希望说 做了一个训练基地 那让他们可以 找到更多的方向 放学之后就可以直接去 对 放学就直接过来 像因为讲最直白的说话 就是他来我们这边 跟着我们一起运动 他就减少跟坏朋友接触的时间 哦 我懂了 所以除了学习拳击 练身体 然后甚至如果他的天分很好 可以成为选手之外 他其实你拿掉了很多 他可能会走上企图的这些时间 对 就像把手机抽走一样 家长把手机抽走 这种感觉 对 山猪教练虽然说培训 年轻的学生 然后成为选手 他其实是有点像是 公益或办公益的形式 但我们知道一个品牌 他要永续经营 他一定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那我们奔跑山猪运动教师的 盈利项目有哪些 除了就是健身房里面的 教的一般健身项目之外 还有我们在经济培训的选手之外 我自己本身在之前 企业辅导的专业 还有在日本留学的经验 然后我就复制起来 我还有接一些 之前在经济部累积起来的 企业顾问 那辅导 还有在我针对 今年度开始 我们针对选手 有做赛事经济 还有办理活动 赛事活动的部分 都是额外的一个收入来源 虽然山猪教练在做企划 或者是在做企业顾问工作 看起来就像一个 文职兵兵的上班族 但是其实他打起拳来 是非常严谨 而且在教学上 是非常有态度的 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即将打拳 希望教练可以手下留情 马上 人生没有几次机会 可以被国际选手揍 来 教练 Are you ready Ready Go 嘿 嘿 你好 再来 再来 再次 一 二 三 OK 所以这个就是平常 我们练拳的 基本拳式吗 对 是的 所以在山猪的运动教室里面 其实这个就是每一个人 一定要练的基本拳式 没错 那除了练的这个基本拳式之外 我们其实也可以学到 老师在日本学的那一套吗 日本话是偏可斗比较多 那我们在 我们现在在推广运动的范围 我们会想说 让上班族或者是女性朋友 比较好上手的节奏拳击 节奏拳击 跟我们平常在一般健身房 听到的有氧拳击 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它比较偏 选手自己的协调 它还有体能的锻炼 心肺 它不像是跟着舞台上的老师 做动作这样子 那考验自己的反应能力 还有的协调 还有一些更深的拳击运动 这样 好 那其实我们学习拳击呢 基本上会训练到 全身的哪一个部分的肌群 全身都会做到锻炼 全身 它没有特别去哪个肌群 就是 我就是要听这个 好 我是一个初学者的话 我要选什么样的拳击手套 拳击手套 这个其实外面都有在卖 那最基本 最基本就是手套之外 还有一个手绑带 就是手绑带 缠住你的关节跟手腕 让你比较不会受伤 它有三种缠法 这个呢 我们有专业的缠法 那你真的是格斗选手 它有格斗缠法 然后也有初学者缠法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可能那种 长庚音乐那种 固定那种 长庚音乐缠法 那也比较亲民 然后我们就学 我们今天不缠长庚音乐的 我们缠 我们缠初学者的 就是手腕五圈 只要把你的固定手腕不会扭到 对 因为它这个比较长 五 好 这边固定手腕 防止妈妈手 好 再来就是缠住你的拳眼 四根关节 防止你的手腕破皮 我们练完拳 这一段还是美美的 开心最重要 不要受伤 长后一点 这样打拳头 还有打教练的时候 比较不会受伤 这最简单的缠法 手腕五圈 把可能会受伤的地方固定住 这就是最基本的餐法 绑完之后觉得很扎实 因为很想要揍人了 对不起 那绑好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选的是手套 手套要怎么选择 只要贴手 手放在里面不会晃动 这样就好了 再就是 漂亮 打圈 心情开心最重要 我们不需要很专业 但是放松 能够享受这个运动 最重要 好 不用很厉害 但是你要很帅 是 气势要先出来 气势要有 就引了 对 这样 好 有哦 有很扎实哦 所以其实在运动教室里面 都有这一类的配备 都在教室里面 对 都会有 运动的普及化的关系 所以大家越来越多 喜欢的装备 就像是球鞋一样 我们只要贴合自己的手的形状 然后可以让自己带来好心情 就这样 运动药就是刚刚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就感 有成就感比什么都重要 那山豬教练 你还记得你自己的第一副手套吗 我还在拳馆里面 还供奉在那边 真的 我算味道很吓人 不过 这个是什么 努力的味道 对 一直戴着 这样它全部绑完哦 因为会 会拉在外面 就像你袜子太长也会不舒服 通常都是有两米五到五米两种 那专业的会选得五米的 那一般初选的会选两米 两公尺长的左右就好了 越长的话 它保护力越强 对 然后 通常我们都做选手 有些不太在意 像我们的教室里面很多 那种排弯族 布农族的 他们就工地手套就戴了 就出场了 对 他们就 这么勇 对 很勇很勇 自首 自首公拳 哇 觉得需要一点力气才套得进去 因为刚刚 因为这个比较敞烂的时候比较厚 好 就这样 大功告成 欠我钱的朋友 知道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 它怎么 我们的基本站姿是什么 基本站姿就是如果在所有的基本站姿都像是你们看过电视上 越去比优氧圈景那样子 惯用手往后退一步就可以了 惯用手 惯用手往后退一步 对 惯用手跟你的脚往后退一步 这样可以了 好 所以你是右撇子 就是这样站 OK 大概语间同宽吗 对 语间同宽 好 然后两脚平均张开也是与肩同宽 那我们接下来有三个步骤 那我们就是做直拳 直拳 勾拳 然后闪躲 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们先试一试 先简单的 好 一 二 三 蹲 很好 再一次 一 二 三 蹲 很好 加快 一 二 三 蹲 很好 再来 一 二 三 蹲 再来 一 二 三 蹲 很好 好 有没有觉得大腿 收起来了 有 有 变瘦了 我看到我小时候了 好 我看到我有大事了 对 竹林在跟你招手 对 大腿收起来 我现在看到制作人了 对 三 三 二 三 对 三 三 喊起来 这样还美吗 我们要打一个小时吗 对 停 好 可以吗 辛苦了 我觉得非常舒服 什么 已经 书压到不行要睡着了 没有 全身运动就是你的节奏 对 培养我们的手脚协调 我一边打的过程当中 我的心得 就看到这个人生的跑马灯 然后我就发现 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自己原住民 有没有自己的武修 原住民 对 这关系到我 可能现在事业的 未来一个第一个进展 那因为 像我们都知道 韩国有跆拳道 那日本有相簿 有柔道 都是传统武术 然后因为我们 阿美族 然后原住民 因为没有文字的关系 所以我们弄科尔箱 因为我会很好奇 比如说他们看完赛德克巴莱 他们之前那些武术是什么 那么原住民那么久以来 应该会有自己的 我觉得应该是有自己的武术 所以我的梦想就是 把这些以前的东西找回来 然后去做 去研究 研究属于我们自己的运动 这样子 因为我现在很积极地 想要去把原住民的运动 推出来 可是因为都口口相传的关系 我就会只好去 自己去访问部落的其劳 然后像跟英国的原住民学的教授 一起去寻根这样 那我刚刚讲到 没有文字的关系 所以每个人叙述都不同 不要再讲说 那么想把它来 做成一些现代化的 然后把它复苏 是 但有实际真的填野到什么动作吗 没有 它就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感觉 一个氛围 就像刚刚打的 其实它不是一个 专业的一个运动 但是 只要让你有运动到 这就很重要 这样子 哇 山珠教练 这个除了这个基本拳击 然后教得很好之外 其实还有对于原住民的 这个武术有做研究 但是在这么忙的情况下面 其实好的老师 是不是就做了好的学生 奔跑山珠运动教室的 这个学生 有没有什么很好的成绩 这两年成绩 要用想的 因为真的非常的多 因为他们就是 从我们回去 然后开始建设一个 运动基地之后 从我回到华年 这三年来 创业奔跑山这三年来 那有一个训练中心之外 然后慢慢陆续续续 可能离开武术圈 离开格斗圈的朋友们 都回来训练 然后这边就是有 前面有他们的讲座 然后还有加上我今年度去 受聘担任国家代表队的 总教练 对 然后有获得 押紧赛的 台湾代表队的 一金二银 哇 恭喜 恭喜 今天有带照片来 给我们看对不对 不好意思 这个是中间的那位是你吗 对 因为台湾好不容易 在国际舞台上获得金牌 太开心 然后所以我的表情太过猙獰 所以我自己把它遮起来 旁边就是我们教室里的学生 旁边是我们台湾的右手选手 是我们台湾罗素总会 还有我们 这边是我们中华奥会的会期 这样子就是他们第一次的 在泰国 在泰国 对 泰国的比赛 所以里面有哪几位选手是族人 有几位吗 有几位 对 有一次有几位族人 然后其实详细除别人是不知道 不过就是 这个都是我们在 由我为中心去推广 由我们那个运动 罗素运动为中心 去推广除了拳击之外的各个项目 这算是叫人们 然后在 但是他们在国际舞台上 都很好发挥的一个项目 所以其实有好的环境 我们本来就有好的选手 其实可以培训出来 作为一个国际舞台上 可以赢得赛事的一项运动这样 那我们就很好奇了 山珠教练这么的忙碌 有机会陪家人吗 有时间陪家人吗 教练有没有小孩 有 有两个孩子 两个 几岁 一个两岁 一个九岁 那有时间陪他们吗 现在都是 可能都是来运动 来教室里面 也对 爸爸的公司就是最好的游乐场 最好的游乐场 他们就来在护盒里面 带着朋友来 但是说实在 在离开就是回到家里 因为工作太忙了 就是 我跟我太太说 戏程不是网友 不可能吧 都是真的是网友的状态 就是 全新全新在陀螺 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 我们要照顾自己的孩子 还有别人的孩子要照顾 有的事业就像我自己的孩子 但是我们还要照顾到 别人的孩子 所以我把身心 基本上都奉献在工作上 是 所以我们知道说 其实在创业一刚开始的时候 除了你自己有在跑业务 然后以及规划之外 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 太太有在身边一起帮忙 有 她有一起都有支持 当然帮忙 还有纠正 纠正好听 纠正好听 好听是纠正 对 好 纠正的部分 对 那我们听完南方的说法之后 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将邀请太座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创业之路 谢谢 欢迎回到 CEO山珠教练的创业故事 其实每一位CEO在家里 都有一位真正的幕后CEO 让我们来欢迎 山珠教练的CEO太太Ebi 欢迎 大家好 我是Ebi Ebi 大嫂很正 山珠教练 以前应该追得很辛苦 有吗 有追吗 我要在那边不承认 好像没有 两位以前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 在台北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就是山珠教练 从日本回台湾的那三年 对 在台北那三年认识的 对吗 对 然后就相恋 然后就结婚了 对 那段时间 那当初山珠教练 在跟大嫂提到说 想要回花莲生活 甚至是创业的时候 你有过挣扎吗 那时候很挣扎 因为所有的生活环境 还有之前安排的一切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小朋友的 所以全部都要 全部就是重来就对了 重新安排 对 那时候是山珠爸爸先回花莲去 然后我那时候还在台北工作 那时候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是在银行上班 金融业吗 对 金融业 所以那时候是等他稳定一点点之后 我们才决定 那时候是留职停薪回花莲的 对 就带着小朋友回去这样子 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一起回去花莲的时候 是在山珠教练身边 帮他一起跑一些业务 或是让这个品牌越来越稳固 但是我相信夫妻俩一起创业 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争吵的时候 大嫂对于这个争吵的部分 印象最深刻是哪一次 很多耶 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直吵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虽然有圆明会的补助 对 就是政府的支持 我们在创业的时候 还是花了很多钱 对 那可是因为我是一个 会想比较多的人 就是会先把最坏的打算 先算进去 然后找好退路 可是山珠教练他是一个就是 我决定好的事情就是要往前冲 是 对 我就是他在往前 前面冲我在后面就是慢慢剪 对 所以那时候很多事情 加上钱一直其实流逝出去 其实那时候 对于刚回到花莲 其实我们是过了一段 蛮不稳定的生活 他那个时候会希望山珠教练 不要创业了 就直接非常想再去当 因为他也很会当企业顾问 对不对 就回去继续当上班族 对 因为他在企业 因为顾问这一块其实做得还蛮好的 是 所以那时候也是希望他可以再回去稳定的工作 对 但是他决定的事情就是 加上那时候其实看了很多 就是花莲的孩子 然后还有一些 他们的生活环境加上求学的部分 对 因为有在参与 所以那时候也是有感同声说 还是默默的支持 所以主要还是因为看到了 然后理解到山珠教练想要创业的理念 所以最后是毅然决然的当伪单亲吗 家里的小朋友 因为我们小的小朋友才两岁而已 是 对 爸爸回来的时候 爸爸要抱他 他哭着跑过来 那哪里来的山珠啊 对 好可怕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像生小孩养小孩业 某种程度也很像创业对不对 你要投资他 然后要培育他 然后要栽培他 让他慢慢长大 对 所以等于说你们的家庭同时创了两个月 班保山珠用教室跟两个小孩 同时 对 同时 他真的是很忙耶 大嫂记得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最忙的时候其实算是现在 因为之前虽然忙碌 可是基本上都是在花莲 对 在花莲就是还看得到人 对 现在的话除了花莲的教室之外 还有要带一些选手各地的比赛 然后加上他刚刚讲的就是有赛事经济跟活动的部分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是全神在跑 是 但是忙归忙 其实你一直在山珠教练身边 你觉得就你侧面观察 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创业家 理想很大的梦想家 对 就是希望把自己目前喜欢的东西 跟他想要做的事情做到好 然后也是希望帮助到更多的花莲的 在地的小朋友还有选手 想要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出路吧 对 就是我们其实理念其实蛮相同的 就是与其给他鱼 我们更希望他可以自己去钓鱼 不如教他如何钓鱼 对 不如教他如何钓鱼这样子 让他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 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 所以其实夫妻俩就一直在忙碌的生活中 还是努力地支撑下来 本来教室有两个管 第一个管主要关掉的原因是什么 就很大主要就是没有收入 因为就疫情的关系 因为我是运动服务业 那时候对人流聚集的场所的管制非常严格 所以那将近半年就是没有收入 那我还要缴他脚租金 然后还有教练要 还有学生要养这样子 所以就变得比较辛苦 那如果当时没有收入的话 是不是对家庭造成很大的负担 对 有影响到家庭生活吗 大嫂 有影响到 当然还是有影响到 因为没有收入 原本是两个人的收入 支撑家庭其实就是比较轻松一点 后来就是他在前面赚钱 烧钱 要讲烧钱 他在那边烧钱 我在后面赚钱 加上其实我们之前还有 还好还有一些存款 加上家里人的支持这样子 是 对 所以还可以过得去 只是就是真的比较辛苦 特别特别辛苦 对不对 那一阵子的打击 但是一位优秀的拳击手 就是被打倒怎么样 又再站起来 我觉得躺着比较轻松 我才躺着比较轻松 真正优秀的选手 就是被打倒之后 还可以开玩笑 对 那所以我们再度站起来之后 其实近两年来 我们奔跑三处运动教室 其实也有办自己的活动 对 开始有在 开始就是在疫情之后 因为力图 因为当时 单纯在健身场合照 没有收入 那我就开始去发挥自己的 之前的行政的专才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 串接各个单位 然后甚至是愿意帮助我们的 可能花莲很有名的 旅宿业的支持 那我们就开始创办比赛 然后去做一些更推 更有推广性质的活动 是 我们就举办了 我们就像第一花莲施工所 举办了回南勇士的格斗赛这样子 它是一个大概多大规模的赛事 也是全国性的 因为在我之前 花莲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理过这种全国性的赛事 对 那我们就是尝试 因为前面也有讲到 偏向不利的因素就是交通 我们的小朋友跟选手 很难去外面 很难 他们就连最简单友谊赛 他们都要花车钱 花租数费 花时间上去 所以我只想办一个属于花莲 自己在地的比赛 不要总是我们出去 而是人家过来 做交流 那这个已经很顺利地办了两届 是 我们今天也有带来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素人 我也会很想要去现场看 应该有很多民众跑去现场看吧 是 所以这个是教练的选手吗 没有 这就是全国性的人 全国性的 所以它是 算是国内比较知名的选手 都来自边 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在 我们在户外 然后就是类似像泰国那种 观光旅游的 观光运动的氛围 所以它聚集的人潮 是可以越来越多 变成一个在地指标性的活动 对 目前来讲是这样 目标是这个 对 已经慢慢在 慢慢在足够它的形状 的确我觉得我会停下来看 我觉得很吸引人 然后再看下一张 这张是什么 他们手上是什么 枕头 那是枕头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原住民 山刀 山刀 衍生过来的东西 当然不可能真的拿出来戳 就是哪个类似的东西 那我们希望有一些 象征性意的东西 所以就是用枕头代替了山刀 然后做一些积极的活动 那这个大人小孩子都可以玩 是 但是其实办一个活动 最重要的当然是经费来源 是 对 那刚开始筹办 现在是第几届 在第二届 已经办了两届了 那第一届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是非常辛苦 这个资金是怎么筹错的 烧我 然后大嫂赚 很辛苦 真的 很辛苦 不过当然还有一些民众的 就是学生的 学生跟家长的支持 是 但还是烧我 还是烧我 这样子 但很好奇说 像这样一个规模的赛事 大概多少人 大概三四百人 对 差不多 那这样子的一个规模赛事 我们如果要这样子 非常努力地把它办出来 大概会花多少钱的资金 将近百万 将近百万一场 对 那我们有推广 因为我们有推广性质为主 我们基本上 我们没有售票 我们不是售票 我们希望更多人来花莲 是 更多选手参加 更多在地小朋友 不用买车票 不用担心租租费 就直接在花莲 有跟全国好手切磋的机会 这个初衷就是这个样子 那办到第二届的时候 资金还是很困难吗 第一届因为办得还蛮成功的 所以第二届就有更多人支持 还有政府单位的帮助 那所以第二届就变得相对轻松 然后办得更大 那也很顺利地就是 今年还会再办第三届 而且是别人吹着我们办 对 选手我们就赶快办 很期待 还想要再来花莲玩 对 花莲好玩 对 我觉得光就这一点就是 有一种梦想 有一种踏出一小步的感觉 就是我做的事情 有一点意义了 那大家都很期待 然后小朋友们 摩旋擦掌地 在准备参加这个比赛 是 把那个鱼的枕头磨得更亮 大概几月的时候 六月 今年六月 2023年六月的时候 会再举办一次第三届 对不对 第三届 所以欢迎去花莲的朋友 也可以一起参加 一心向前冲的山猪教练 其实内心也有非常柔软的一面 下一段回来 我们要听听他的创业真心话 以及他的创业之歌 休息一下 进一步 初略CDO 後悔以後有痛 問你最痛會是哪一種 答案說明所有 想像你的孫子 孫女 充滿光的瞳孔 正等著你開口 等著你說 你最寬位的一次傳說 每個平凡的自我 都曾幻想過 以你為名的小說 會是枯燥或是眷油 每個平凡的自我 都曾幻想過 以你為名的小說 會是枯燥或是眷油 珍珠教練選擇這首歌當你的創業之歌 有什麼樣特殊的含義 真的就是有些事現在不去做以後都不會做了 對 就是單純的 人現在要有一點衝動 在徬徨猶豫的時候就 可以嗎 可以讓我可以 可以嗎 當然可以 最主要是五月天是我的偶像 不要這樣講嗎 為了太太選這首歌 對 但太太也的確是覺得 先生其實這一路走來都是這樣子的精神嗎 對 就是一旦決定的事情就不會再去 不想要錯過 就是一心的想把它做到好 然後做到最符合自己想要的那一面這樣子 但是其實擁有這樣子堅忍不拔性格的人 其實常常很容易受傷 對 你跟在他身邊有沒有覺得 有時候看到他很心疼的一面 雖然他平常很會鬥所有身邊的人開心 但往往鬥別人開心 然後鼓勵別人的那個人 通常是最受傷的那個 你有看到他的這一面嗎 對 他在大家面前都是一個很有趣 然後幽默 然後甚至會很會激勵 激勵選手 或者是激勵學生的一個教練 對 然後甚至是就是 不會看到他很 濕弱的那一面 可是其實他半夜常常在透苦 對 然後就是很辛苦 可是他自己就講完就是 很辛苦可是還是要撐下去 那隔天起來看他還是就是小小的這樣子 對 就我只能跟他說沒事 我們都可以 走過就 就 撐過就是自己的 是 對 我覺得剛剛在跟教練一起練拳擊的時候 雖然我很大力 雖然他激勵我 但是我從拳套看過去 他的眼神是溫柔的 對 那是不是他真實的一面對不對 對 就是 好笑之中 其實他對每個人都很溫柔 然後 他非常細膩 對 很細心 就是很小的 其實學生或者是選手 一些小小的動作 或者是沒有讓大家知道的一些心情 他會默默去觀察 對 看到就是他們的一些小動作之後 他就會過去然後跟選手講一些心理話 或者是激勵他們 讓他們知道說其實他們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 對 曾經在海外生活 然後看過世界的寬闊 現在溫昌玲返鄉之後為事業來打拼 其實雖然他的工作好像看起來包山包海 但是他的路線卻非常的清晰 他要為這片土地的族人 以及他自己繼續尋找出路 其實山豬教練在回想十多年前 回台灣的這個決定 你有後悔嗎 說 有點遺憾 但是不後悔 對 因為有些東西 所以選擇了當然不能回頭 只好默默地坐下去 像山豬一樣橫衝直撞 總是會 對 到三角下 總是會平坦的路 這樣 那你有很感謝自己那時候 勇敢做這個回來的決定嗎 甚至創業的決定 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在做什麼 為什麼 有時候搞不懂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我知道我明天要做什麼 對 這就是我現在的狀態 那知道怎麼做才會更 努力把事情做到更好 是 不過這創業一路走來 夫妻倆是非常努力地扶持彼此 但是其實有很多的親朋好友 也是一路支持你們 有些很拿低心 或甚至是無償幫忙你們 對不對 對 對 那關於這個山豬教練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這些朋友們說 就只能說謝謝 謝謝 這真的是 對 當然 只能說 只有默默地就是感謝 然後做到更好 對 這是我能做的 把他們的期望化為現實 那讓朋友們的期望化為現實 我們奔跑山豬運動教室 有沒有短中長期的規劃 接下來想做哪些事情 接下來 嗯 現在慢慢地讓教室被大家看見 然後再就是我們做的事情被大家看見 之後那我想要再讓選手們 那我現在在從事的運動項目 讓我們的運動讓更多人被看見 所以我會在炒更多賽事的活動 或者是經濟 慢慢地離開花蓮 然後在台灣的各地 甚至挑戰國外 這樣去實現 帶著這些小朋友們 然後實現更大的舞台 再上更大的舞台 真的是豬土猛進 對 他的夢想很大 然後他還竟然真的敢去執行 對不對 對 我們也是慢慢地 逐漸朝著這個方向去走 然後還有很感謝 就是很多人的支持這樣子 是 讓我們減少一些紛爭 然後也更多的人 可以看見花蓮還有花蓮的孩子 雖然大嫂是笑著說 有很多紛爭 但是我覺得這個眼神裡面藏了很多 殺氣 一言難盡的愛意 跟兩位我上去打他一樣 他比阿美祖還阿美祖 對 那就想要問山豬教練 你上一次送大嫂花是什麼時候 有嗎 很久了 重陽節嗎 那時候我們翻照片的時候 有看到他送我花應該是 是結婚前嗎 對 結婚前 結婚前 結婚之後都沒有送過太太花 好像是 都匯款了 都會 我看起來像錢摺成花 帶回來 不要這樣 那是另外一個路線 好 我們今天特別安排了 這個山豬教練想要送花 來給Abbie大嫂 來 來 我要 教練 機會難得 我要 你為什麼要躲 感覺就是有不懷好而已 需要卡片拿出來的感覺 卡片在這邊 山豬教練還寫了一張卡片 要為我們來朗讀給Abbie大嫂天 我要朗讀嗎 她的 你要不要自己朗讀 不然節目經理不下去 好 卡片 好 我們請教練來拿 我唸嗎 我唸嗎 連瘋唸都要唸 糟糕 好 這是獻給 胸巴巴的豬媽媽 雖然你很胸 然後又很愛吃 比我還會喝 管錢很嚴格 而且常常罵我 但是我真的很謝謝你 就是 幫助我養育我們的孩子 還有奔跑山豬這個孩子 那以後呢 希望我們可以 照顧好一起 照顧好我們的孩子 然後 一起照顧更多需要幫忙的孩子 可以嗎 可以 好 怕被拒絕很尷尬 總之謝謝 是不是要抱一個了 抱一個 抱一個 好溫馨 辛苦 辛苦了 真的辛苦 AV有什麼感覺 就是很震驚的樣子 對 震驚是哪個不切實際 太可怕了 不要這樣 像我們出去出國比賽 我都會帶著你 對 就是 他其實做很多事情 都會想到我 然後 帶著我去幫忙 這樣子 幫忙嗎 對 帶著我一路這樣走 這樣 也是 很辛苦他 忍受我的脾氣 那AV有什麼話 也想要鼓勵山豬教練 就 堅持下去 然後 把我們 更多的 期望跟希望可以實現 這樣子 加油 我會 好 節目的最後再次謝謝 山豬教練還有AV大嫂 來跟我們分享 這麼寶貴的創業故事 創業是一條為了實現夢想 復出的荊棘之路 由許許多多的族人 正前撲後繼的努力追夢 相信只要秉持著良善的心情 走在對的道路上 機會自然會來 出力CEO 我們下週再一起創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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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